政府即将要开放美国猪肉进口 而对于养猪大县云林县来说是一大冲击 为此县府一行人这天就来到了大皮乡 针对瘦肉精领检出的牧场跟餐厅 颁发了认证标章 并且要求学校的营养午餐以及长青食堂 都要使用安全猪肉 另外县长张立善也呼吁县内每一个牧场跟餐厅 都能够踊跃的提出申请 加入这一个认证的行列 大声喊出口号宣示保护猪农的决心 面对重要开放美猪进口的政策 云林县政府率先与大皮乡内的畜牧场以及餐厅 配合推动瘦肉精领检出的认证 从肉品的源头就开始替献民做把关 整个云林县所有的这些养猪场 那我们要从源头开始管制起 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饲料 不能有瘦肉精的添加物 一旦我们发现有任何添加物 那我们会依照我们的法则 那甚至呢出饭 累饭 再饭 我们都会有加重法则 我们就是要从源头开始 做管制开始 那当然到我们畜牧场里面 那一定也不能用任何添加瘦肉精的 这样的一个饲料 这个添加物来喂养我们的猪肢 除了配合的餐厅以及畜牧场 云林县政府也要求学校的营养午餐 以及长青食堂 全部都要使用经过认证的在地肉品 并要求配合的业者要做生产履历 让消费者都可以清除肉品的来源和成分 也再一次的告诉各位 云林县境内所有各级学校 以及所有长青食堂 我们一定吃在地安全 而且非常健康的 我们云林良品的猪肉 溯源一定要做 所以零残留也一定要做 所以瘦肉精我们是绝对没有添加 那县如刚好有提出这个 我们刚好可以配合 就一个很好的配合的机会 也可以配合县府的这个政策 除了生产履历和导入云林良品的品牌 未来县政府也规划要成立零售肉精联盟 透过业者和猪农的自主监督 保障肉品的安全 县长张立善也呼吁相关单位 可以踊跃来提出申请 我们要成立零售肉精的联盟 那这个联盟就是我们要自主管理 那甚至我们要坚持零售肉精的 这样的一个猪肉 甚至它的加工品完全都是零售肉精 我们要成立这个联盟 我们希望透过我们严格的一个把关 那所有的这些有志一同的这些业者 还有这些店家一起来申请 那不只是你的肉品商品 没有售肉精之外 包括抗生素 也在非常严格的检查当中 抽验当中 市面上猪肉使用普及 相关的安全更是得注重 虽然说餐有瘦肉精的猪肉 安全性还有待观察 但是云林县率先替消费者做把关 不但能让县民放心 借此也可以保证县内猪肉的好品质 记者陈建华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